这个鸟类都有灵性 这个佛陀教际经会 净空法师那个华上奖堂 佛陀教际经会的十二楼 在那个十二楼 佛陀教际经会的十二楼是佛堂 那佛堂旁边的是哉堂 小哉堂 不大 小小的 那小哉堂的旁边 以前净空老法师在佛陀教际经会奖金 都会在十二楼的哉堂用哉 用餐 那那个哉堂旁边外面有个小小的花园 那时间一到 那所有的上百只好几百只的鸟都会过来 麻雀 他们就在那等待食物 他们也不怕生 我们活人要用午餐 用午哉 他们鸟也要用午餐 用午餐 那这个佛陀教际经会的义工 或者租鸡寺 他说就会撒这些稻谷在那个阳台 在那个小花园 那鸟全部过来吃 那吃完以后他们就全部回走了 那时间到他又回过来 这个跟这个李希子鸡到骨在庭远 孔这些禽鸟二死 到底是一样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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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